《新约》《新约》 特别到一个程度 所有新约的书卷 最早的书卷你们可能不知道 不是福音书 最早的书卷我们相信是伽拉太书 伽拉太书在福音书段里出来了 保罗刚进美国传婚的就写了伽拉太书 所以伽拉太书在阴信称义上面很有它的地位跟它的价值 它阴信称义是一个福音信仰的主族 也说《新约》里面第一个跟全世界宣告神的作为 跟神的信仰的纪要证明 所以伽拉太书是什么书 《铁扫导人家》 伽拉太书我们相信是第二卷成型的书 很早就成型 所以它里面的思想非常地审立 而且非常地重要 因为它提到很重要的观点就是 耶稣基督再来的一个问题 当教会活在苦难里面 将来活在痛苦里面 将来活在挣扎里面 我们前途完全看不见 我们有什么样的行动 我师父还是很乐意地活在等待中 我很喜欢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我们教会今天有个主题叫做建立一个荣耀教会 所以我们有三个问题在问我们自己 我们做长老的 我们做传道人的 我们做第一种建立的 我们在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叫做到底什么是一个荣耀教会 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呢 是一个聚会者很多的教会呢 是一个很丰富的教会呢 是一个风险很丰富的教会 什么是一个荣耀教会 到底什么是一个荣耀教会 我们第二个问题一定要问的是 如何建立这个荣耀教会 我们今天到底怎么来建立这个荣耀教会 第三个问题是 什么才是真理的注实的根治 我想三个问题都可以简单回答 只要有耶稣教会就是荣耀教会 只要有耶稣就是荣耀教会 我们可以回答很简单 但是今天教会活在一个现实的环境里 这个现实的增长 我们到底怎么要来建立这个教会 所以这个问题不断地在我们的长老 在我们的传道里面 我们在思想的过程里面 但是我觉得 我起来跟听众讲说 一个荣耀的教会 若没有一个荣耀的家庭的话 这个教会不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一个荣耀的教会 若没有愿意让神荣耀的生命 这教会不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所以荣耀教会最基本建立在 教会跟你的家庭上面 建立在教会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我们懂得怎么将我们的生命 成为一个荣耀神的系统的话 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如果我们懂得怎么在神面前 长进的话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 很基本的问题 到底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生命 成为神的人 到底我们有没有 有没有在我们身边看到 哇 我相信耶稣 哇 我很羡慕 哇 我很 那个 刚刚我们领事的弟兄 靖 他在领事 其实他昨天才从 我相信他昨天我看到他在墨西哥 在度假 可是他都讲给我一个很感动的一种土豪 他们不是自己夫妇两个好军王 他们把他们的母亲带进去 我觉得是一个 在他虽然他分享他们在那边 过得多快乐 吃得多好 多快乐 可我一个很感动的一个土豪 就是 他们把他的妈妈感觉 他们跟他妈妈 过得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生命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 神是我们很丰盛的 我们很丰盛的作为 那是否是人家在看到我们的生命 在看到我们的作为 在看我们的信号 人家说 哇 这个主耶稣真好 这个主耶稣活在这个家庭里面 这主耶稣活在这个人的身上 所以有盼望 我们一起来 我一共在三个月里 我要讲五次 听到吗 我们来学习 为什么这个教会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那么苦难的状态 他们给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我们先来学习 我们如何在等待中间 我们来学习 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的题目 叫做在等候中的盼 我想天文家建筑非常喜欢一个 什么叫做等候的态度 为什么在等候中间 我们人人有盼望 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见会成就的事情 常常盼望等候的时候 是我们甚至不相信神会成就的事情 所以我很喜欢一个美国的一个声音 我觉得这个声音 我非常喜欢 这个声音是说 它说 Life is about waiting 就是我们的生活不是在等待中的什么 它说 For the storm to pass 我们生命不是在等待一个暴风 退过去 生命应该是学习 在暴风中间与神共 Dancing in the rain 不是我们等到过满了 哇 我们开始从事过了幸福快乐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又出现自己的 所以使得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领受到祂的恩灵 领受祂的作物 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圣经的书信 想说这个教会最后就是 我们风风风风风风风 永远没有困难 从此以后这边 这地方也都过了幸福快乐的时候 他们继续活在挣扎里 他们继续活在痛苦里 他们继续活在神里 他们的使命跟神的作用 可能不断了 因为有神与他们统战 他们在风云中间与神共 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 来一起来学习 《天上路人家》 我带给我们教学 我一起翻到《天上路人家》 《潜书》第一章 我们来读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十节 我的字很小 所以你一定要打开你的圣经 我要求你跟我一起来读 一个非常美丽的经文 开启了《天上路人家》前书 一个丰富 一个实际 一个有生命的教育 我请你跟我现在读 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节 《天上路人家》前书 来 预备 请保罗 希拉 提摩太 写信给《天上路人家》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惠 平安 慰祢 我们为你们众人 常常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提到你 在神我们的负面前 不住地纪念你们 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做的功夫 因盼望我们主 基督所所存的人 被神所爱的人说 我知道你们是否能拣选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道很难 不住在乎言语 也在乎权力和圣语 并充足的信心 正如你们知道 我们在乎难 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缘缘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 蒙着圣灵所赐了喜乐 领受真道 就效果了我们 也效果了主 甚至你们做了 马其顿和雅干雅 所有信主之人的法 因为主的道 从你们那里进行传扬出来 你们向神的信心 不但在马其顿和雅干雅 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 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 我们是怎样尽到无奈 你们是怎样离弃 向微笑死 要不是那又生又恶死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 就是他从死里过 那位救脱离江湖 愤怒的耶稣 我将这个经文分成三个段 第二段话我要分享的是 第二段话我要分享的是 在等候中的叛王 第一节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荣耀神的教会 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我们看第一节讲得非常清楚 第一节里面讲到说 他说什么 这是一个教会 他说写信品在铁撒罗的家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我想每个教会的名字 中华为主 圣徒的心中华为主 每个教会都在这个名字里面 看到他的使命 看到他的弟弟 看到他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个书信非常特别 这个教会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我盼望我们的教会 是被人家看见 是一个活在耶稣基督 父神里面的教会 同样的 各位弟兄弟 有没有人看见你 就知道你是活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 有没有人跟你在一起做朋友 有没有人认识你 有没有人知道你的家庭 是活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家庭 所以他讲到 我觉得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是我们看见的 不是某某人的教会 不是也是某某故事的教会 也不是某某张的教会 是一个耶稣基督的教会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当时在第一世纪里面 我觉得一个荣耀神的一个名字 宝宝就写在这里面 其实非常的清楚 所以第一点我们看见 他们的名字在教证名字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 我们的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 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知道教会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生命就很不一样 我们面对这个教会 我们对他存有盼望 不是因为有些有能力的人 有智慧的人 我们对他的盼望 是来自耶稣基督跟父神 所带给教会的允许 我们就不会忧伤 各位弟兄姐妹 比如我们相信我们的家庭 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 我们相信我们周遭所有 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是神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定的旨意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 有多好时候 我们的忧伤跟忧虑 都是往来 我刚刚在家外主持学的一个弟兄们 我当我们就觉得 欧牧师你住在万区 是不是会不会担心万区的地震 我说以前我住在阿肯萨 是担心阿肯萨的龙卷风 我妹妹住在Colorado 它是每一个冬天 它的门打开以后 你把你积雪的很渴 它公布的积雪要敞开到敞半天 我说 比起阿肯萨的龙卷风 比起Danvers的下雪 地震小case 地震小case 所以我就说 没有个地方是安全的 你都坐不上路了 是空气不好 台湾也不一定好 它就热身钥匙 它已经叫了像想来美国 对不对 所以那个地方是安全的 是世界本来不安全的 可是我们当活在耶稣基督律 我们知道 无论今天我住在Danvers 住在哈肯萨 住在中国大陆 我知道耶稣基督 我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不是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不是活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是活在神里面 我们的教会 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你看教会 是不是活在耶稣基督的教会 你的生命 是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那这边有没有 地界有个更有意思的东西 它说 保罗 希拉 提摩太 寻信给提拉罗的讲 做啥问题 有一个问题 保罗 希拉 提摩太 寻信给提拉罗的讲话 到底这本书信是谁寻的 这一个是神学上的问题 你说啥 到底这本信是保罗 还是希拉 提摩太 还是提摩太 还是他们两个人寻的 是希拉跟提摩太 还是提摩太跟保佛 还有一个人做脾气 还有一个人做讲话 还有一个人主导 还有一个人不行 所以很多的研究 甚至把所有的书信 放在电脑里面去挖 看到那个动作怎么用 实态怎么用 是不是跟保罗现在很像 是不是有提摩太的精神 是不是有希拉的味道 希拉拿出来 是不是有答案 什么答案 你刚刚看过书园 没想到我看过 我也不是我 我知道 我知道书园 也就是说的 不知道是谁寻的 为什么不知道是谁 各位听众姐妹 如果圣灵带领去领袖 牧养这个教会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是一个合一的问题 这只有一个神 只有一个信息 只有一个信息 我常说我们是做父母 我们在家里 你知道小孩最容易得到 人来得到的是什么 就是妈妈跟爸爸少家 只要妈妈跟爸爸以前不一样 小孩就自由了 你就没有规定了 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都父母在家里面 为什么要不说 我们三十年多的生智 三十年最大的冲突 就是夫妇之间不合一 对不对 因为你先是觉得我应该欺负我妈五百块 他也觉得我应该欺负我妈五千块 你们两个吵架 所以你爸爸妈妈就看你们吵架就够了 当夫妇合一的时候 这个家庭就合一 当夫妇合一 夫妇是有一个声音出来 所以当我女儿结婚的时候跟我说 爸爸妈妈 你会告诉我你们两个在哪里吵架 其实我们两个吵架 最多的吵架 我告诉你是哪里 我们两个在家里吵架 我们到十八个去吵架 我们确定我们小孩看不见 怎么知道 他吵完回家 他也能说一个声音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我岳母可以住十六年 我从来没跟我岳母少回家 我们从来没有一件不一样 因为每天我岳母问我 我问我太太说 男子你告诉我 这个意见是 三十名的意见 还是你的意见 我跟一个人就死了 你怎么知道 你讲大根你都死 告诉我 那你请跟我讲一句话 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 各位有准备 什么是一个荣耀神的家 什么是一个荣耀神的家 什么叫做一个荣耀神的福福 什么叫荣耀神的神 就是神把这个信息托付给保罗希腊和提摩太 可是在这整片的书信里面 我们看不见保罗说 我讲这个事情 希腊和提摩太并不同 或是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请问他说 这个是保罗说的 保罗说要怎么样 或希腊书有什么一件事 要什么看法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什么叫做在 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 是他们被神所感动 他们一个目标 他们一个感动 他们有一个生意 他们是一个合理的教会 就带出来这个教会 给他们的世代能力 可以忍耀神 可以等候在幻人中间的允许 保罗 希腊 提摩太 写信给 帖上的文家 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文章 第三个 我现在第一节目看到 他说 愿恩惠平安 归于 这用字非常的仔细 什么叫做恩惠 什么叫做平安 如果有两句话 来表示非常平安 他说恩惠是一只手 手要有什么 有动的什么 最终的目标 耶稣基督打着洞 是没有说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 耶稣打着洞 说耶稣保证你一定改过 我为你牺牲 耶稣在释迦说 父啊求你怎么样 要设计他们 让他做的怎么样 不知道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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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时候 我们之间的冲突 我们之间的不一样 我们忘记耶稣基督 为何教会 手上有一个 所以除非这个父母 除了这个夫妻 愿意在这个家庭里面 活出神的恩惠 和神的倦妇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 能原谅的 我们甚至没有办法 原谅的父母 我们甚至没有办法 原谅的父母 因为我们不愿意 活出恩惠 如果没有这个恩惠 就没有平安 有恩惠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 一个合一的一个同队 我们看到一个 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 我们看到一个 有恩惠 跟有平安的教会 这就是奠据的教会 能在风雨飘摇中间 能够与神 共和 所以第一段我看见 荣耀神的教会 是一个属于 父神 和耶稣基督的教会 一个荣耀神的家庭 是一个活在耶稣基督 跟父神的家庭 一个荣耀神的生命 是一个活在耶稣基督 跟父神的生命 我们看第二段 我们看第二段看到 荣耀神的教会 一个荣耀的教会 是一个祷告的教会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就非常清楚看见 第二段看到 他说 我们为你们众人 常常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提到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不住的纪念里面 应信心所做的功夫 应爱心所受的劳苦 应叛赖的公主 耶稣基督所存的人 从第二件 第三件你们看见 一个是一个教会 因为愿意荣耀神 并不是这个教会 有多大的工作 不是这个教会 有多丰富的恩典 不是这个教会 有多少的神在那里 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是一个祷告的教会 同样的 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能力 用我们的智慧 做一些很多事 哇! 这怎么可以做那么伟大 可是在神来看 他会有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有一个祷告的神 你是不是有一个祷告的神 你跟父亲有一个祷告的关系 同样的 作为一个家庭 到吃饭的时候 这个父亲都不愿意做祷告 妈妈你祷告 儿子你祷告 女儿你祷告 就推这边推这边推 最后有个人说 好吧好吧 借我祷告 我谁祷告 谁祷告 谁呀 怎么知道 所以我盼望 我们今天在神面前 无论我们做什么侍奉 无论我们做什么小组 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会议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什么都可以做 我们就是不愿意祷告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祷告很汪汇时间 因为祷告很没有意义 可是我们看到每一次称上将军 他提了教会的时候 他讲到说 我们无助地为你们开心 我无助地为你们祷告 我无助地为你们祷告 祷告里面还更强调一个很重的功课 他说什么样 他说 不住地祭灭你们 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叛国主义是基督所承的人 我们看到很容易看到三个字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讲到信心 一个是什么 爱心 一个是叛国 我们看到哗就觉得哗 信心 爱心 跟什么 很胖 跟我美的字 可是我觉得 一个在苦难中的冷淡 什么叫做冷淡 所以讲到 这个书信里面讲到 他在讲这三个字的时候 他用另外一个字 在衬托这三个字 所强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他说什么 他说 信心 所做的什么 过敏 什么样的信心 你有没有为信心 预付上代价 功夫就是行为 在神来看 说不定你的信心 只有神跟你知道 但是你要成为一个 荣耀神的教会 你要在快乐中等待 神说你在信心上 你到底有没有下功夫 很多人信不信到现在 还没有把圣经读过一遍 很多信心到现在 没有把神成为一个 读经祷告的 很多信心到现在 从来没有在 教会里面跟 鼻子里面一起 在神面前祷告 真的复复时间也不祷告 跟小孩子也不祷告 可我们觉得 神就自然而然 会让我们的家里 得到神的祝福 他说你信心 我绝对高兴你对神的信心 可是他说信心 你要对你的信心 要下功夫 如果对你的信心 你不下功夫的话 你没办法达到信心 所产生的情况 他说信心 你这个信心里 你有下功夫吗 你有为一个信心 所下功夫 他下面讲什么 爱心所受的保护 什么神保护 Liberate 你有些体力上的过程 我想我弟兄 要带妈妈去 一定不容易 因为我带过妈妈出去玩 我就记得 我带妈妈去 我在台课 我说妈 你要去哪里玩 我妈说 我要去Arabi 台课 这台课的最南部 我说 妈 你教室税 你要去Arabi 我就想去 我从来没去我Arabi 好 我带你Arabi 你知道从板桥 推到Arabi 推到Arabi 有多累 我最近我在上个Arabi的时候 Arabi是一个石头路 我推那个Arabi的时候 你知道我也六十岁了 所以我也不是十八岁 可以推到Arabi 推到Arabi 最后终于上到Arabi的顶端了 我妈就说 厕所在哪里 我有死掉了 我说不错 我说不错 都在哪里面 你知道 所以有没有爱心 爱心 要负贴力的 对不对 但是我爱我妈妈 我就无怨无悔了 我就把她推到Arabi的灯塔上 她说我就是终于到台湾的最尾端 看到这个问题 各位弟兄姐妹 爱心所受的什么 你爱你太太 你爱你的小孩 你爱你的家人 你爱你的教会 你爱你的弟兄姐妹 你愿意为你的爱心 奉上你的脑袋 我们就说我们有很多爱心在我里面 爱的不得了 晚上我都在哭 为她 对不对 但是谁说你愿意为她付上代价 你爱你 我的女儿的愿母 四十七岁 是个马尔士尼罗尔文 她十八岁生我的女生 身体健康得不得了 像对明星一样漂亮 全身没有一块坠落 长得漂亮活泼 youth group的tapsture 一生耐住 我女儿觉得她生 结婚有这个价格 价格是非常好的价格 结果我女儿 结婚会多久 一生长方便问 你的妈妈得 你的婆婆得重 所以我的亲家 可能活不到地面 所以我女儿就有这个 为什么她不怀孕就在这里 因为她的婆婆希望她在死以前 看到她的下来 所以我女儿说我为了你 我生下来 因爱心所受罪 所以女儿姐妹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爱心 我们不一定会受伤害 我们不一定会受伤害 相对 她说 因她我们主耶稣基督 所存的什么 忍耐 有时候你要等待神的工作 你要等待神的作为 你要等待神的见证 就要等待 有时候我憋住我的喉嚨 不能让我醒来讲一些东西 因为我相信 耶稣基督 为成就她的工作 又是为成就她的分别 可是我们自己的一命 很多方法我可以对我们 很多方法我可以做 可是我对你们有多少时候 我们的方法得到多人 因为怎么样 我们对我们的神没有信心 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手 自己的智慧去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她说我们要活出那个 因为耶稣主带出的伤害 我们的盼望 如果没有伤害 这个盼望是虚假的 这盼望不是真实 盼望一定有生命在活着 所以我们看见 一个祷告的生命 会活出真正的信心 一个祷告的生命 会活出真正的爱心 一个祷告的生命 会活出一个坚韧的盼望 你愿意成为一个祷告的 你愿意在你的生命里面 学习 仰望我的人之间 信心 爱心 盼望 是建议在功夫 建议在毛骨 建议在神埃上 最后 这个最后最难听 从第四个到第十几 很常在听我 其实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荣耀神的教会 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 荣耀神的教会 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 什么是一个见证 我想我们教会最近 我觉得这个见证 很多人都有感到 这是在匈牙利 互当彼此的区分 这是在匈牙利 匈牙利聚会完以后 他们跟人交谈 这是学生的聚会 他们跟着学生 传递神的福 这是他们在很多地方 他们准备出发 他们的对象不但是 住在匈牙利的中国人 他们甚至包括了 住在匈牙利的吉普赛 这吉普赛人很小就结婚 所以他们的父母来聚会的时候 都会年轻才十几岁 不到二十岁 只是生的小孩 这些是社会上的low path 是没有人去照料他们 所以我们从北国要拍薪药食去 我们要在那边替他们做工作 我们跟他们做朋友 他们真的讲述 基本上要翻译成 两次才翻译到他们的语言 因为我们讲的是英文 而翻译修牙利的话 再翻译成西部赛人听得懂的语言 有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多事情 难道我们不能顾钱 在当地顾问的故事 跟他们讲就好了 为什么我们要亲自去 要花那么多钱 那更可怕是 我们的地位里面 所有人要经过一次谈保 你愿意吗 他们经过那里吗 他们都没有反击 你愿意吗 什么叫做见证 拿出照片就是见证 所以什么是荣耀生的教会 荣耀生师他还不行 他还说 哇 这个教会真好啊 我上个礼拜 被邀请到一个教会 叫做Church of Him 我告诉你 全教会在Everway的里面 我被当年牧师 请到一个去参观这个教会 全教会有 一购能的教会 有全部的圆州 可以做2400个 是全被也没有 玩到你best的建筑 你知道我们最近花了八万块钱 把椅子全部隔起 用脸部把它遮起来 因为教会到今天为止 聚会不到300点去 因为教会人数 一直让我们下去 所以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什么是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什么是一个荣耀神的生命 对这个世界来讲说 拿出你的证据出来 这叫见证 这见证 你的孩子在等于做见证 你的父母等于做见证 你的朋友等于做见证 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世代里面 成为一个神的见证 我们可以拿出照片 然后说神我愿意做这些事情 他的国内很多很多事 神哪会有爱情在我里面 神哪会有爱情在我里面 神哪会有心之心在我里面 神哪会有忍耐就忍耐在我里面 还是我们可以拿出东西 所以说这是我们荣耀神的情 你知道这附近邻居 有两件事情 你要认识我们教会 第一件事情 他们知道我们教会有捐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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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邻居都说 我们教会有捐取的过程 我常在的时候 他往我咖啡的时候 后面说 哦 你们教会很好 我说你来不教 我没有来过你们教会 我说你这个肉比教会很好 哎呦我们那两个后面神 帮你在我们教会聚会 他们都肉比教会 因为怎么样 他们不是听到 耶稣基督的事情 他们是看见这个教会 活出神的爱情和神的见证 所以什么叫荣耀神的教会 荣耀神的生意是一个见证的教会 所以说基督里讲得非常清楚 若你打开一声你就知道 这基督里讲完以后 很多很多这种见证活在里面 第一章第六也说 你们在大难之中也无个圣人所赐的 是个什么 喜乐 所以第一个见证也是 在万能中间 我不可以留下 在我们失业的时候 在我们不输业的时候 在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会活出那个见证 我讲一个很小的故事 这是发生在昨天 这个是上海报 叫我的Facebook 那台湘王坐在我们中间 他女儿在前面 他爸爸的事情 这女儿想到他遇到困难 他就遇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他能够认识这些困难 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是什么 是气喘的 可是他爸爸在跑马拉松 你看欧姆斯没有气喘 欧姆斯跑不了马拉松 你们知道 所以就没有见证 是不是知道 我们的弟兄是 是气喘拿出马拉松 照片给你看的 他不是跑马拉松 跑到世界的里马拉松 那女儿说 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这事情都要是困难 跟我爸爸能不能气喘 跑马拉松 所以这事情我也可以 为什么 这个父亲活出 他这种父亲的见证 所以他能够得到处 就这么理解 在困难中间 我们要活出喜乐 在困难中间 我们要活出快乐 他不但讲 我们另外 我们就很快地讲一下 我们不要说 他说保罗说 我到很多地方 连家都不用讲 我不用讲说 中文王贵女将会走 我不用讲说 我的教会怎么样 人家都听到 人家都看见 人家都听到 我不用去宣传 同样的 我们家里面 我们的生命 我不用跟人家说 我们是信耶稣 是人家预警 叫说 噢 这个很像是耶稣人 他想说 我们不用去讲 你们是各教会的榜样 什么这种荣誉的荷教会 怎么办 我们不但在 不信主人的中间 我们成为神的见证人 我们在信主里面 成为人家的教会 我希望 你能提到中文教会的时候 哇 这教会很可怕 这又很特别 这教会很不一样 那什么是我们教会见证的 不得到辈子 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理解 我们教会捐学的人 是一个很美的理解 我们教会爱哄的 是一个很美的理解 我们看到一个爱神的教会 一个荣耀神的教会 是一个活在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我们看到一个爱神的教会 是一个祷告的教会 我们看到爱神的教会 是一个见证的教会 我很喜欢这句 Charles Stabin讲的句 这句话怎么说呢 它说 Our witness to wait Reveal the value replace of what we are waiting 为什么 提安文的教会 有勇气 在这个四代里面 相信神会使用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等待 比他们现在活得更好 他们知道 神在他们生命里面 有更美的作为 有更美的见证 所以神 耶稣就在讲他那个再来的时候 我就用一个比喻 我非常地喜欢 他讲好像是一个会见 就是